各位爸爸们,现在去找你们的孩子吧,每个人只能领一个小朋友哦 不行啊,老师,我们家有小贝和小雪两个孩子啊 白爸,我来帮你领一个小朋友 没问题,我们家小雪穿裙子,猫头套一定是小雪 只有蘑菇头穿背带裤,猪头套肯定是我儿子啊 那小贝肯定是戴狗狗头套了 爸爸妈妈,你们猜错了 发生了什么啊,我们的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 各位爸爸,只要你们给孩子选出正确的服装,他们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这也太难了,爸爸都没有给我穿过衣服 他怎么知道我穿的是什么呀 小贝姐姐别担心,别忘了还有聪明的小朋友们会帮爸爸们的 爸爸们别着急,让我们发送666,欢迎助手小华仙 接下来的比赛,小华仙会帮助你们的 华仙之力 我先来搭配蘑菇头的衣服 没问题,蘑菇头是蘑菇头发型样 爸爸你真棒,快帮我选衣服吧 你是男孩子,当然是穿裤子了 谢谢爸爸 小华仙,我们已经搭配成功了,让白爸来吧 蘑菇爸搭配错误,重新搭配 怎么会错呀,明明都是选对的呀 蘑菇爸,你再好好想想,你忘记给蘑菇头穿什么了 爸爸你还要等小朋友们提醒你吗,忘记给我穿鞋子了呀 对不起啊儿子,那你就穿红色的鞋子吧 蘑菇爸搭配正确 好好啊,随便猜一个就对了 爸爸们给孩子们搭配衣服太难了,还是让白爸和笨爸一起来吧 白爸笨爸,你们可以给小雪和小贝搭配衣服了 小雪是蝴蝶结的头发 我的头发回来了,谢谢爸爸 小贝头发有王冠,肯定是这个王冠短发 诶,怎么错了,难道是王冠头发吗 笨爸,我的头发有王冠,但是是长头发呀 对不起啊,小贝,笨爸马上给你换成皇冠长发 我的头发也回来了,谢谢笨爸 我给小雪穿上蓝色的裤子 诶,怎么我也错了,小雪的衣服明明是蓝色的呀 好吧,给你个提示,小雪的是裙子 这里的裙子有两条,一条蓝色裙子,一条黄色裙子 小雪穿的是哪个颜色呀 还是我先给小贝选吧,小贝穿黄色裙子 笨爸太棒了 哈哈,我真是太厉害了 那小雪肯定是这条蓝色的裙子了 爸爸,你居然不知道我穿的裙子 小雪,爸爸肯定帮你把鞋子卷对 这双红色鞋子肯定是你的吧 鞋子怎么不动了呀 那是因为两位爸爸都错了一次 触发了鞋子机关,除非小朋友们都能打出赵字 这个字好难呀 不难,小狗绝明月当公照就是赵了 小朋友们,你们的手机可以打出这个字吗 快打在评论区和弹幕里让我们看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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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